大肥安天下 莫迪的野心越来越大 不单止是要在印太地区占一个位置 甚至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而在军火上高 同日本一样 他们已经想着 将自己的军工企业做大做强 做军工企业做大做强的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你不是做给自己 如果你做给自己的话 那就是说你的经费有限 但是你生产的武器 是为全世界所接受的 这样就很不同 就是说你做的任何东西 你打算会售卖出去 这样就必然能够赚取到外汇 而你做的数量会更加多 也都协助到就是说整个 整个军工企业的发展 那日本已经是做着这一件事 当开放国门 开始日本要做巡航导弹 开始做一些军工企业的时候 他在四个月之前都讲到明 不单止是要 是要日本所需 更加重要的就是要卖武器出去 结果印度莫迪昨天正式公布 他们现在接着的订单有50亿美金 在未来两年要做出去 在这里他宣示了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说在自主研发 卖武器给人当然是自主研发 是不是 如果你翻版的 需要卖你呢 自主研发这一方面 已经有了一个成果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他们也都招商引资 就是希望全世界的军工企业 分分钟落黑马丁 或者其他那些都可以进驻 印度 由他们帮你制造零件 因为对于西方国家 一些军工企业在印度 生产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一句说了 因为是自己有 印度已经交了投名状 甚至已经和俄罗斯撇清了关系 之前还有俄罗斯的因素 为什么有俄罗斯的因素 因为俄罗斯是老大 在几次的联合国会议 或者很多的国家 只要牵涉俄乌战争的时候 都见到莫迪 就是说弃权表 不是的 不是的 结果 陆续这样 尤其是美国 日本开始 雪汗又可以 就是说做碎黑又可以 施压都可以 直接这样令到 令到 莫迪 他没有办法 就是说 还可以好像过往这样 左右逢源 所以在上次 的上合会议 或者G20 能够得出一个 就是说 比较令人信服的 就是对俄罗斯表态 结果 印度做了 在这里 你就证明到 印度已经 立了心 就是面向的 当然就是 西方国家 开始 抗拒的俄罗斯 更加不想说 在这个时候 关键的时刻 做到盟友的负担 在这里 莫迪他站稳了阵脚 今天他就公开呼吁 你们如果要做军工企业的话 你们放心 我是值得 你们信赖的一员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也都直接 这样反映了 莫迪 而在这里 他也都将自己的 推动他们的战斗机 直升机 就是一些军用的直升机 和一些 基本的训练机 这些本土航空产品 也都同时出口 就是说 再不是以前 我要买 苏35 我不会买 F-16 为什么 实际上 你说 你说 印度 印度的 这些 所谓军工企业 他们的技术 百分之九十 其实都是来自俄罗斯 估不到 今时今日 俄罗斯最信任的 年轻 现在背后一到 为什么 印度唯一一只航母 就是俄罗斯派出 技术人员 连技术都教你 是和你建立的 不同中国 中国只是卖 卖零件给你 卖 卖什么 卖设备给你 而 真真正正卖技术的 就是印度 不单是航母 甚至 就是苏35 这些战斗机 或者S-400 这些防空导弹 卖给印度的 都是那句 不是卖 卖系统给你 它是手把手教识来做 就是说 整个印度的军工企业 最主要 得力于是哪里 就是俄罗斯 结果 今天 你看到印度的野心 我们自己来 我们不单只学了这个技术 现在更加挑战你中国 和 和 俄罗斯的市场 大家要明白 在这个世界 如果要买军备的 就像沙特阿拉伯 不差钱 不差钱 那你买哪里 必定是买美国 或者买法国的 但是不是个个买得起 说F-35 几亿美金 那我问你了 既然不是个个买得起 那你退而求其之 你就必然买 中国和苏联 就是俄罗斯的武器 而来到这里 也都很显异意见 你就看到 看到印度 印度现在是 瓜分你这些人的市场 是挑战 中国和俄罗斯 这个正式反骨仔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 例如最终 订阅科金 看广告 可以的话 加入会员 和Patreon 大菲安丁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